周四,20名患有慢性病和癌症的儿童和他们的50名家庭成员 在梅迪卡边境口岸从乌克兰越境进入波兰北部 他们的旅程从哈尔科夫开始 哈尔科夫是乌克兰东部与俄罗斯接壤的一座城市 人口150万,自2月24日入侵以来一直受到俄罗斯的猛烈轰炸 这些儿童是由医护人员台上一列火车的 火车上有一节特殊的医院车厢 车厢里配备了单价和医疗用品 并配备了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 火车将前往波兰首都格迪尼亚在那里 儿童们将能够继续接受治疗 波兰边境警卫队周四表示 自俄罗斯入侵邻国以来 已有143万人从乌克兰进入波兰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表示 他的特别军事行动旨在使乌克兰去纳粹化 西方对这一立场不屑一顾 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宣传